好的,这是我们的油压双宫位烫化机下滑式的 首先我们把电源打开 打开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时间温控表 这个是手自动转换开关 这个是手启动开关 这个是电源开关 计输器 就是说你探一次它会计算一次烫化的那个 这个是紧急停止开关 好,我们先按一下 按一下这个键的话 就是5H的时候是 一般是设定温度 按向上键头是增加温度 按向下键头是减少温度 一般是210度就可以烫化 然后再按一次那个SET键的话 就变成那个5到F 一般是设定25秒钟 你们可以增加温度的时候 按这个向上键头 或者增加时间的时候 或者按这个向下键头是减少时间的 一般是25秒钟 然后再按一次的话 就是回归那个状态 一般你看 下面的话就是目前设备的温度是208度 下面是我们设好的温度 就是一般它会要等一下 才会到那个我们需要的温度 好,这个是手动转换开关 往左边的时候是手动状态 当我们手动状态的时候 要按一下这个手动转换开关才可以烫化 然后再按 把那个手动转换这样的时候 这个设备就不会烫化了 这也是为了安全起见 就是更安全地操作这个设备 然后往右边的时候 就是一个自动状态 就是当发热板 这个下工作板到位之后 它就会自动烫化 等一下我们会操作示范的 这个手动转换开关只有在 这个往这边打的时候才需要用到 这个是电源开关 一般就是按一下就可以了 好,这个紧急停止停止 我们介绍一下 一般如果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个发热板 立马升起来的时候 我们要按一下这个 这个发热板就是立马升起来 如果说我们想把这个就是 回攻正常的时候 就要正向旋转一下 它就反弹回来 就OK了,就可以工作了 好,现在我们把那个设备调味 那个自动状态我们烫一下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这个是一个迪伦布 白色的 我们已经铺好了 我们把它放上去 这个就是一个生滑纸 这是图案是生滑那个图案 然后我们把它面向这个布 然后来烫化 好,现在我们把这个下工作板 推到位之后 它会自动烫化的 好,然后这个温度时间表开始倒计时 当它达到零秒的时候 这个发热板会都能弹起来 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烫化 就是已经结束 这个发烫化的效果相当的漂亮 大家看一下 烫完的生滑纸是没有用的 好的,我们现在再试一下 当设备在手动状态的时候 是怎么烫化的 我们把手动转换 调味手动状态 这是我们也是铺好的布料和生滑纸 把它放好 注意图案是面向这个布料的 推过来之后呢 我们按一下这个手启动开关 这个设备就会烫化了 当这个时间到零的时候 这个发热板就可以自动弹起来 因为自动弹起来 因为自动弹起来是全自动弹纸 好,我们现在看看烫化效果 好,这个生滑纸的颜色 基本都已经过上去了 那这就是我们的烫化效果 非常漂亮 好,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